入冬以来降雨量不足 经济部首度召开抗旱小组会议 在北部地区实施第一阶段限水后 高雄也将从这个月20号起进入第一阶段限水 水利署长赖建信说 在中南部地区我们看到降雨量偏少 高平溪的流量也偏少 所以今天的会议决定 若是在未来的几天 中南部的山区没有明显的降雨 使高平溪的流量有明显的提升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会在3月20号开始 在高雄地区将水型的灯号 由目前的这个绿灯转为黄灯的部分 来实施第一阶段限水 赖建信指出 供应高雄地区用水的高平溪蓝河宴 另年同期平均川流量20立方公尺 目前则降到16立方公尺 至于北部地区水情 在封面过境带来降雨 并实施第一阶段限水后 已经获得疏解 赖建信说 从3月1号开始 实施的第一阶段限水 在民生用水的部分 大概有节省了2.7%的这个水量 那至于在厂商的自主节水的部分 也有朝着3%的这个节水量 来做控制 在既定的科学园区 大概厂内 包括厂商自有的储水设施 都有两天左右的储水设施 实施第一阶段限水的这个情境之下 实际上对于厂商的这个冲击量是不会是那么那么大 大建信指出气象预报显示 未来两周北部仍有降雨机会 将以3月底前不进入第二阶段限水 5月底前不实施第三阶段限水为努力目标 记者陈嘉惠经济部报道